大概在三个月前 有个小伙伴私信我说 想看一期天女打一半加超法打一半 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天女的续航能力非常强 在完成前期分割阵型的任务后 经常出现从头到尾打满全场的情况 所以被调侃为天女打一半或者天女打全部 而在超级法师面之后 大家又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组合 那都是飞艇超法 由于其对密集阵型有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在江湖上也留下了超法打一半的美名 这两个组合 一个讲究慢慢打消耗 另一个要求短时间内打出高爆发 一慢一快听起来貌似还挺互补 但为什么在实战中被同时使用的情况很少见呢 一是因为他们各自都需要消耗大量法术 这样一来基本就没有多余法术给到大部队 另外就是两者针对的阵型有很大区别 比如超法专克密集阵 天女就比较适合打分散阵 如果把他们强行搭配在一起 不仅不会互补 反而会浪费大量的空间和法术 不过不适合并不代表不能用 今天咱们就来尝试一下 同时在试了很多次后 有一个致命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那就是天女的收尾时间不够 三分多钟的时间里 压根不够天女打完速度建筑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无奈只能另外下三位英雄辅助收下围 这期视频打的真的不容易 大家喜欢的话 还请多多三连点赞支持一下呀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天女超法打全部 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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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三连点赞支持一下 日常整活 感谢观注